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外叔 今天我要挑战上手蜘蛛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轻轻推动蜘蛛的身体 好像它不是很配合 不太愿意爬到我手上 又不太敢太用力 虽然它的毒性也不是很致命 但要是真被咬了 也会腾上好几天 现在差不多大半个身子 已经在我手上了 这毛茸茸的脚丫子踩在我手上 痒痒的还是有点慌的 诶 诶 诶 咱们又回去了 好不容易下来一半 再来 我感觉蜘蛛是不是能感觉到我手上的温度 就是不敢上来 我怕它 它也怕我 感觉这次要成功了 哎呀 怎么回事 看来要换个思路了 终于排到我手上了 终于排到我手上了 来 给粉丝们打个招呼 感觉非常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让它下去呢 来 晾个毒牙给大家看看 今天这个蜘蛛上手终于完成了 我之前一直想做 一直不太敢 今天趁天气还不是很热 蜘蛛活动力不是很强 鼓足勇气做了 虽然没有被蜘蛛咬 但蜘蛛剃毛很严重 现在手还是非常非常痒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我是外叔 今天天气非常好 于是我来到小河边捞鱼 随便捞一下 看能捞到什么好玩的虫子 咦 发现一只虫子 这应该是一只豆娘的幼虫吧 又是一只豆娘 这是一只蜻蜓幼虫 名叫水菜 一只小河虾 还是水菜 回到家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收获 首先来看这只大家伙 这是一只甜蝶 也叫水蝎子 看它拿硕大的大钳子 就知道这是一只肉食性水生昆虫 再来看 这是像竹节虫一样的虫子 这是一只水螳螂 很遗憾 被水蝎子咬死了 我发现时已经晚了 可能有人会问 豆娘和蜻蜓有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 这种细细的就是豆娘 长大后就是这个样子 而身体粗壮一些的是蜻蜓 这只好大 可能不久后就能羽化成蜻蜓了 这里还有一只小龙虾 又一只 这只小龙虾甚至还没合下的体型大 为点东西给这群小虾米吃吃 突然闯进来一只蝌蚪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我是外叔 猜猜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白蚁屋 之前养了一段时间白蚁 后来不小心给养死掉了 今天我又搞了一些白蚁回来 再次挑战养白蚁 这里面就是白蚁 先把白蚁屋浸湿 木头差不多全部湿润了 接下来我们把白蚁从湿管中取出来 看这些白蚁肥嘟嘟的状态不错 怎么把它们弄进去呢 这些白蚁其实是很脆弱的 稍微喷一下就可能被压扁 找到一根鹅毛 这样轻轻剥下去 应该不会伤害到它们 这根湿管里面没有木头 搞不出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搞出来了 全部给我进去 这些小家伙发现一个洞 都躲进洞里去了 这只嘴巴上的钳子好强壮 一看就知道是兵蚁 兵蚁也钻进洞里去了 黑灰色的是蚁后体型最大 这种纯白色的是公蚁 蚁后 兵蚁 公蚁 它们各司其职 分工明确 希望很快就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家族来 最后 加个海绵球上去 保持水分 接下来我会定期拍摄它们的生活情况 敬请期待 请期待